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研究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自己的壽命延長一下 原來有一個報告指出 你有些習慣養成得到 你可以活多幾十年 給人家長命有什麼好? 有人說超級辛苦 我就不願意這麼長命 你沒錢而已 有錢 你看多少有錢人 秦始皇 他都想著長生不老 現在教一些長生不老技術給你 有沒有錢都沒用 你不懂 我不懂 很快就拉齊了 所以健康和金錢 如果你兩件事都擁有 真是無敵 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你活得給人長命 又可以享受到人生更長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當然 你說 之前不是說過有些科學方法 人可以做到120歲 做到120歲 我才不願意 你說我在30歲 已經可以退休 享受這個人生的時候 去到120歲 有什麼所謂 最好越長命越好 每個辛苦的時候有我自在 那當然是最好 有多少 真的 我經常都說 有錢的人士 經常都擔心自己 怕隨時突然之間 很多人都想辦法 用千方百計 把自己令到沒有退化得那麼厲害 沒有老得那麼快 各樣那樣 為什麼 不是說真的 他們很怕死 而是他們未享受得夠 現在 有個研究報告告訴大家 只要你能夠養成這些習慣 你就真的可以活多很多年 究竟是怎樣 這件事 是由一個退伍軍人的健康科學專家 去研究出來的 只要你遵守這個八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就可以 壽命延長 我覺得不止八個 其實有很多很多方法都可以延長得到 我們儘管看看 這個最新研究報告是什麼 有一個專家 他是這樣說 他說這個研究的結果 可以看到 採取健康生活方式 和這個公共衛生 和個人健康都很重要 你越早知道就越好 那死吧 我年紀比較大 那當然不是 所有事情沒有說遲 有心不怕遲 就算你40歲 50歲 60歲 只要你肯做 肯改變 都依然有益 這個研究小組 由一一年開始 去到一九年 將幾百萬人士 做一個醫療紀錄 甚至乎問卷調查 他們去分析不同的人士 從四十歲 到九十九歲開始 了解得到 更加發現 裡面有三萬幾個死亡例子 那麼多人 他們整個百萬人 裡面 為什麼在這個期間 有人死亡呢 他們調查一下 究竟一些沒有死 還好生歐 的人士 和一些 究竟他自然離世 還是他身體不健康 還是一些飲食習慣 在裡面 就拆解一下 會不會找到一些 叫做人類的密碼 好了 人類密碼出來了 在這個研究裡面 他發現到一個因素 這個因素 和我們的壽命是很大影響的 第一件事 體力活動少 食藥 食煙等等 都是會影響的 而每一件事 你中了死亡風險 會增加三十至四十五個百分比 壓力 飲酒 不良飲食 和睡眠衛生不良 導致死亡風險 亦都會增加二十個百分比 缺乏正向的社會關係 和這個死亡風險比較小 增至五個百分比 好了 去到這個環境 經常都說 做運動 吃一些藥物 有煙有酒 壓力大 睡得不好 其實睡得不好 有一個研究報告說過 就說 你睡得越少 對你的命 受命 不是精神那麼簡單 亦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不要想著 我們很厲害 很熬得 人家睡八個小時 我睡四個小時就可以了 沒有的 你不是在那裏拿乾自己的身體 你明明身體內臟 所有機能要休息的時候 你不是 強行吹谷 強行走 你應該排出毒素 讓身體的細胞治療修復 將一些不好的東西 趕走 你沒有這些時間 讓身體自己做一個機能修復 你很快 每個人理數 好像一輛車一樣 有一個公里數 你的公里數 到達的時候 你就不行 不是 你用一個休息 給一個時間 去恢復 你那個公里數 可以拉得長一點 你做勤保養的 別人的車可以走三十萬公里 為什麼我的車走八萬公里 十萬公里就出現問題 就是保養問題 這個 保養問題 休息 運動 運動也是一個保養的關係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不做運動 你想想 你身體的機能會很快下降 肌肉 關節 甚至乎 內臟 肺 心肺等等 這些都會有影響 所以 說到這個位置 有人就說 究竟 有些什麼 嚴嚴益受的習慣 第一件事 不要吸毒 不要吃藥物 不要依賴藥物成癮 你以為只吸毒會成癮 依賴藥物成癮 也有問題 你吃得太多 那些叫做 指動藥 有些人越吃越多 吃到腎有事 肝有事 你又不做運動 你那個 身痕代謝慢 甚至乎養了很多 脂肪等等 技能的腳也差 壓力 健康飲食 更加喝少一點酒 還有要睡得好 這個是有用的 這件事 是可以令到 命長一點的 這個研究 講到其實 我們的生活方式 會導致糖尿病 心臟病等這些問題 所以 有人會覺得 嘩 你說得很簡單 這些習慣 說得容易 但很難 其實 原來 除了這八件事之外 還有一些方法 可以令到你的壽命推到極限 只要一些小細微的動作 細微的東西 我們在日常生活 留意一下 已經可以改變了很多 因為很多人真的想自己 嘩 這條命 叫做 很多事未試過 很多地方我未去過 我想去試一下 但時間不等人 我們將自己的壽命 拉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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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可以讓人更加長壽 享受盡一點 現在又可以繼續說下去 當然 我們有一點很缺乏 很多人 尤其是 在疫情期間 習慣 常常躲在家裡 原來 曬太陽 曬太陽 曬太陽曬得多的人 和不曬太陽的人 那條命 都差很遠 試過在哥倫比亞大學 有個精神病學系 關於情緒障礙的研究 他們發現到 缺少陽光可以導致抑鬱 或者其他相關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 有人可以馬上想到 為什麼外國 一到冬天的自殺率這麼高 因為日照時間短 甚至乎有些北歐的地方 他們很難看到陽光 他們日出沒有日出的 他們經常都陰暗的天黑 會令到很多人馬上產生情緒平 他們會覺得 糟了 沒有明天 完了 這個世界末日 甚至乎有很多負面的東西 跑了出來 相關的問題 又會跑了出來 很多人就是 一心情不好會做些什麼 哭 有些人會拿去喝酒 麻醉自己 有些人會嘗試用毒品 逃避現實等等 有些人會自殺 很離譜 但是原來 我們不是生活在北歐城市 不是看不到陽光 是有些人自己 溫住自己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心情不好 會走出去 休息 吸收新鮮空氣 曬太陽 其實這個地球裡面有很多大自然的東西 它有些能量去幫助我們 去恢復我們的情緒 有研究發現 只要你心情不好 甚至乎我們天天 或者經常去做這個行為 你曬太陽曬足一個星期 你就會改善到一些負面的情緒 你只要連續五天 每天曬三十分鐘的太陽 如果可以的話 去海邊 聽著看海 曬太陽 你就可以改善 試過 有一半的憂鬱症病人 因為這樣曬太陽 而康復 你想想 如果本身心情不好 你會引致你喝酒 喝酒會出現身體問題 你的命會短一點 好了 另一件事 有人會說 這個方法 可以令到你增加多十歲 十年命 是什麼呢? 一個字 笑 經常說笑 你很開心 很厲害 為什麼可以這麼樂天 其實我們也說過 身體上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都加上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情緒 而發生的 例如 我們之前有說過便秘 癌症 身體的狀況 為什麼會突然出現 原來是跟我們的情緒有關的 有時候 我會舉例 正面思想很重要 有些人 我會舉例 可能是老人家 又或者可能一些社交比較的圈是很小的 沒有什麼朋友 他們遇到一些問題 或者遇到一些小事的時候 他們很容易就會收起自己 亂想的 舉例 可能是一位老人家 家裡的關係都一般 沒有什麼人 經常在家裡都吵 吵 吵怨 孩子又吵 然後 老公有嫌棄 又吵 我經常都說 華人有一句話 就是 家吵 屋斃一定是不好的 對吧 這句說話背後的原因 我自己覺得 你身體和磁場有影響 情緒有影響 否則 加和萬事 加稅後不停 你自己 有時候有些老人家 突然 剛剛和家人喊殺完 然後 不久又傷風感冒 然後他們很負面的 有時候說些說 唉 死了 沒有人理我了 唉 糟糕的 到時候沒有人理我了 病死了 沒有人知道 很多負面的 這些說話 真的可能很小事 但是 你這樣說一下 真的會 糾病 接著 就真的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 一個字 笑 你笑 你只能夠開開心心 就可以幫到你 更加長壽更加快樂 更加正面一點 試過在挪威 有個大學研究報告發現到 原來 你這個人 小笑 或者有幽默感 你當有重大的病 治療好的機會率 比其他人高出30% 原來 只說笑 就可以令人產生更多 有保護的荷爾蒙 調節的血壓 減少你的血壓力 增加免疫系統 笑 那麼好 所以大家就笑多一點 笑多一點 加多八歲 看多些喜劇 聽到一些笑話 甚至看多些有趣 令人感覺到這個世界很美好 我相信就沒得了 對 你沒有這麼負面的情緒 對吧 這件事也是有幫助的 好了 另一件事 原來另一件事 都可以幫到你 我又 這樣 有人覺得 在這個環境裡 你打算進去 這個生活圈裡 很難 現在這樣的環境很辛苦 有人就 或者你在這間公司工作 在這個工作環境裡 困了很久很辛苦 有人想告訴你 你用一個方法 可以改變你的壽命 增加你的壽命 如果你覺得 你現在這樣的生活環境 很不容易 或者你遇到這個困難 解決不了 有人建議你 走出去 散心 你不一定 走出家門口 可能你去短暫的旅行 隨便去哪個地方 去旅行 看看別人的環境 放鬆一下心情 這個 是可以幫到你的 增加你的壽命 對呀 因為你的心情好的時候 影響到你的身體 你的心情得意放鬆的時候 去做一個緩衝 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或者去一個地方旅行的時候 好有趣 你所有的煩惱突然放下的時候 到你再回來的時候 看的東西就可能不同 解決得到 所以這個 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有人覺得 另外就是 保持你的頭腦清醒 保持你的頭腦清醒 亦可以增加你的壽命 對呀 不用腦 腦肺了 有些人教打牌 很簡單 有空學習一下 看書 想想 看不同的東西 或者玩一些數字遊戲 有些不同的數字遊戲 有些人保持這樣 令自己的腦清醒 對一些不用 經常都說 你不用的東西 就會慢慢叫做退 退化的退 你要保持它動動 你不是操勞它 保持它動動 你就相信 對你的人 對你的身體 也有很大的幫助 剛才說了這麼多這些不同的東西 都是很簡單的 但你做不做得到呢? 做不到不要緊 現在開始做 現在做都不算遲 有心不怕遲 好 今集分享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